日光二三年 台湾国际链店三个四号 在后边两个厢队开店 三个二号有的恩惠的市场 含着农苑书副寿党姚智王 罗罗教授李建如 南国际厄委理事长 文文允公共同在主电关 来召开基教会 向大家来介绍到 今年链店买人的所在 我们2023台湾国际链展 3月4號正式開展 我們二鳳二三台灣國際藍店 在三月七十九到三月十九 特別在我們後面的 藍化生物科技園區來典開 今年外東做青菜 我們要從一個棚子 叫恐龍 叫蘭花 做一個結合 我想在這裡 代表黨市政府來反映我們 全國各地鄉親和親民朋友 裡面外東做青菜 包括我們有很多 爸爸媽媽還是阿公阿嬤 帶孫子來這裡看我們的恐龍 叫蘭花做一個結合 在這裡我們現場五萬丈的蘭花 所佈置的這主題館充滿可看性 這邊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我們有三行的特色就是 我們這邊的電量的時間有比較長 比較長 以往我們差不多由三月催事 到三月十九五差不多十六天的時間 再來包括我們這個場衣的擴大 我們大概有五大的這個主題館 那相對的我們這一次 我們把引入了這個數位化 科技化跟山花的特色在裡面 我想這個會場有看頭 對到第一次由農委會和台南市政府 合辦的國際燃營 因為在市長是超級期待 也相信在這段經濟的有限 尤其是在燃營期間 又到達三月十四號 白石正人戰 所以市政府也來推出 白石正人戰的專屬燃營 歡迎大家來到2023 台灣國際藍展 這是第一次由農委會 跟台南市政府合辦 我們非常感謝農委會 大力相助 能夠讓在今年的台灣國際藍展 出現更多亮點 有更長的展期 而且有更多吸引更多的遊客來 那今年的台南市政府 以及農委會 農委會有佈置了這個 藍展的吉祥物 叫做Orchisor 就是藍花跟恐龍 結合在一起的藍花恐龍 那今年的我們台南市政府 也製作了 因爲因為藍展的展期 有橫跨白色情人節 也製作了這個應景的 白色情人節的花會 一方面花本身是白色的 另外一方面上面有這個 這個印上這個心情 愛心 所以說也很適合 在白色情人節裡面 有情人護送作為禮物 所以不管如何台灣國際藍展 在這一屆 我相信一定大放益彩 也歡迎各位好朋友 能夠在3月4號開始的 到3月19日 這16天裡面 能夠來耗幣 來我們台灣國際藍展 南非社會秘書長曾俊碧跟我們說 南電的主題官 今年是依到南非模型 看到新起點作為主題 依到恐龍蜜蜂的故事 來看到南非一生 今年我們的藍花模型 為我們的主題官 主要說三件事 就是藍花的起源 為蜜蜂、藍花 跟恐龍的三角關係 第二點呢 我們就來到我們的 日本藍花的煙花 達爾文揭開 蘭花的生士之謎 開起來 所以呢 我們今年在全部 大家去賣錢裡面 我們不是恐龍蜜喔 我們今年就是恐龍 的時代 南非就是像我們之前所看的 那樣 它就是恐龍時期 最水的馬鐸 的模特兒 所以我們全部的故事 今年 南電的電 的火中裡面 包括我們 整體的佈地 我們的金管市集會 我們都用一個 陳俊市 和萬事的 一個森林的場域 來結合 南非的水 和我們打我們策展 這些大人、小孩 都像他們的恐龍的元素 來結合 今年的策展的主題 讓今年的 我們電管裡面 非常豐富 也非常豐盛 所以 這是一個 我們今年 南非的火器官 南非的引擎 又來到我們 南非的官的變化 陳俊比 來講 主題觀裡面 這管十二米 等十九米的大恐龍 以及他的好朋友 十二十龍 都為了南電帶來 全新的感受 也是大人、小孩 希望打開的好處